娱乐中心综合报导 曲友宁导演晒出恶作剧之《合照》 图翻设自曲友宁脸书 2005年9月25日 由郑元昌林陈主演的恶作剧《之吻》上映 高冷的江植树与天 细的香琴承包了许多人的少女心 也成了一代的青春 今25日 曲友宁就晒出一家六口的照片 表示 极想念大家 而照片一出 也瞬间引起了全网轰 今天 曲友宁在脸书粉丝专页上分享了一张照 而照片中不但有导演曲友宁 还有饰演江植树 郑元昌 饰演员香琴的林依晨 饰演江植树爸爸 万丽的张永正 饰演江植树妈妈阿丽嫂的赵永 饰演员香琴爸爸原有才的唐从盛 曲友宁表示 什么时候 我们再一起吃个饭啊 上次一起都是二 前了 好想念你们 幸福要永远在 希望世界上每人都能平安健康快乐幸福 今天恰逢恶作剧之 开播17年 曲友宁忍不住一起了现在各自生的大家 恶作剧之吻的植树和香琴承在了一代的回忆 图翻设自YouTube照片一出就引起网友轰动哇 点 好棒的组合 好赞我的青春啊 是恶作剧之吻 大家好久不见挥手 哇 是香琴和植树 超经典 哇 这么久了吗 好怀念闹想念呆萌的香琴跟酷酷植树 这套漫画淘气小亲情我有收藏哦 无论经多少翻拍 只有曲导的台剧版本在我心里是经 无可取代 而也有眼尖的网友发现 全家福中 竟了他张伯瀚